不管是一般老百姓或是政治人物 好像都觉得说跟中国谈一谈事情就解决了 间隔和平协议就没有问题了 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大家好 我是沃少的萌萌 我是雪莉 欢迎收听民房关我什么事 带你关心民房大小事 第一集的节目啊 我们谈到了一些关于现代科技 怎么改变我们对战争的认知 那也谈到了一些关于灰色地带冲突 那侵略者用这种越界 不断的越界 或者是未达战争程度的侵犯行动 对目标施加压力 那灰色地带冲突这样的事情 会让人们很难去判断说 战争什么时候开始会不会开始 那上一集我们也聊到说 对中国来说最低成本的侵略方式 可能就是这种灰色地带冲突 那也包括认知战啦 娱乐影响或者是混合战等等 所以我觉得像台湾现在碰到的 就是也是要去学习很多这种 叫做侵犯以上 但是战争未满的这种情境 所以这一集呢 我们就是一样要继续挑战 大家对于战争的定义和认知 上一集的最后 应该大家有听到 就是我们提到的混合战这个概念 就是要侵略其他的国家呢 不一定是真的要直接动刀动枪 而且实力越大的国家呢 它其实就能够用更多元 更复杂的非正规的攻击手段 去攻击你 所以像第一集 那时候我们提到的 灰色冲突的几种方式 包括比如说像军事演习 或是那种飞机绕行 就要想去包围你 去恐吓你 那在战略上呢 他其实都是想要 透过这个行动去展演说 你看我有能力把你包围起来 我有办法封锁你 这是一种封锁战 这混合战其中一种手段 这种开战前 制造灰色地带冲突 进行压迫 然后展现实力 逼迫对方 屈服或者是影响内部的舆论 这样子的行为 真的开战的时候 就是会实施军事封锁啦 然后断绝对方补给 所以这种封锁战 也可以制造心理 或者是内部上面的压力 所以说像这种封锁战 就是刚刚提到那种绕行 不管是飞机的绕行 或是甚至 有可能透过渔船 或是透过一些武装的渔船 或是也许之后战争 战争之前 真的透过了军事的船舰 去物理上的封锁你 但除了你 我觉得大家要注意到 除了这种物理上 这种具体概念上的封锁 还有一种封锁 是在透过法律 或是用外交啊 国际关系的层面 去把你给封锁起来 这听起来 听起来有点复杂 但据你来说 最常见就是 中国直接宣称 台湾不过就是 我们的一个小人 是中国的一部分 你们其他人 都不要跟他交朋友 这是我们的内政 你们其他国家 谁跟他交朋友的 谁跟他好的 我就要去制裁你们 你们不要跟他当好朋友 所以把你给 在国际中孤立起来 也是一种封锁 所以像中国也 当时大概在2005年左右 的时候定一部法 叫做反分裂法 他就直接定就是说 如果台湾 想要自己独立 或是做自己 那我就要打你 那其他有谁要帮忙 这也是违反我们的法律 我们要制裁他等等 他这种东西 就试图就是 把台湾的问题 对中国一眼 就是把它国内化 就是我们的内政 让台湾不能够 寻求国际的援助 断绝 就是台湾 跟其他国家来往 或是在战争时 他们可能可以 跟外面求援的机会 而且其实这些年 中国对外的说法 其实一直都是 这个是内部问题 那要求外国不要插手 那其实就是 刚刚蒙蒙讲到的 这种把台湾问题 内部化的一部分 那也包括 中国会一直挖角 台湾的邦交国 那比如说不管 WHO等等的 就是台湾没有办法参加 然后或者是 其实大家应该 都很有印象 不管是之前SARS 或者是这次COVID-19 相关的这种 世界卫生 或者世界级的组织开会 中国都会反对 台湾加入这样子的活动 那甚至比如说 你如果觉得 好像世界卫生组织 这个没有那么强的政治性 吗 没有 中国不这样子觉得 他就是不想要 给台湾国际的空间 那不想要台湾在 国际上面跟其他的国家 有机会交流 那也是一种程度的矮化 跟外交上的封锁 但我觉得这边 也要补充一下 我想大家可能会有疑惑 可是没有啊 我记得那个 马英九政府的时候 不是有几年 我们都可以去当观察员吗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 恐怖的地方 他不让你进去 在外交上让你封锁 不让你参与国际组织 但什么情况下可以 就是好 你承认台湾 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的时候 我让你用观察员 隶属在中国的情况下 让你去旁听参加 其实这就是一个步骤 你如果想当你自己的话 你就要先听我的话 对 如果想要能够被看到的话 你就在我的这个 这个under在中国之下 变成说你好像 你看有啊 我成功参与国际组织的业业 但是没有 大家看到的并不是 台湾参加国际组织 是中国台湾参加国际组织 所以你提高能见度了 但是大家看到的是什么 大家看到 原来你们真的 这个真的是国内的问题 真的是内政问题 那这样的话 如果你们自己出事了 那我就不用去帮你了 所以这其实很恐怖 就是不同层次 用外交的封锁战 让你想要找解放的时候 你可能如果走错路 你就丧失了你的主权了 或者是选出这样子的候选人 选出这样子的领导人 也会让国际觉得说 台湾接受这样子的 国际能见度作为一种解放 对 所以那刚刚我们提到的 像比如前面有军事上 有那种军机绕台啊 然后去封锁 你物理上的封锁 或者在外交打压上的 这种虚拟的封锁 那这都是封锁战的一种 那其实呢 说混合战 还有一种层面 叫做经济的层面 像我们 像最近可能大家有听到 啊 经济制裁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 像入侵乌克兰嘛 这种侵略的行为 那我们都要经济制裁他们 所以像 或者说美国 像最近很多对于这个 因为对于中国 可能会有些 比如说华为啊 或是在之前一个中兴啊 他们可能有 偷偷出口了一些 很关键的技术 给一些 不应该出口的地方 所以美国也对它 做了一些关键技术 那这其实当然也是一种 就是广义的混合战的手段 它并不是直接开战 但是它透过一种 它的国内的优势 然后去让其他国家 不让别人做哪些行为 但是呢 俄罗斯其实 他们这次入侵乌克兰之后 他们但被制裁 他们也做了一些 反制西方国家制裁行为 他们 他们是一个 天然气出口的大 他们就是在 天气冷的时候 就那我也不出口 给欧洲国家 所以像欧陆 当时几个国家 法国啊 德国这个 比较欧盟中 主力的这些国家 在冬天的时候 我如果没有天然气可以用 大家没有暖气可以吹 那我是民主国家 我如果我的选民们 因为这样受到影响 或是大家其实 如果有朋友 或知道认识人 在欧洲的话 就知道 这一年多来 欧洲的各种这种 电气燃料费用 涨得非常非常严重 那万一他们的民众抱怨 导致说 这些民主国家的 政治人物 下次选举的时候 头不是那个 没马在选上 没马连任 哇那对他有多伤啊 他会不会就因此 改变他的政治判断 说那我们也对俄罗斯 不要那么凶好了 所以透过这种方式 也是一种混合战 只是是透过经济的手段 进行的混合战 刚刚讲到的例子 比如说像中国 也常常找各式各样的理由 禁止台湾的什么 凤梨进口 施木鱼 石斑鱼等等的 就其实中国在对台湾 也一直做 这样子类似的事情 而且台湾的舆论 或者是民众 或者是很多人就会说 你看马英九时期 跟中国都没有问题 然后经济也好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当观察员 然后还可以去 马英九还可以去哪里 跟谁见面等等的 我就觉得看起来 好像就是如果你选出了 听中国话的候选人 和中国话的领导者 那台湾的处境就会比较好 那真的是这样子吗 其实就不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很麻烦 就是说当然 其实像台湾出口的 很多水果 确实大众都是在 去中国没错 但这几年 其实就慢慢慢慢的 做了一些调整 这些出口的 必须说它的金额 真的不算很多 相对于我们 主力出口到中国 可能一些半导体 相关的一些高科技产品 它金额虽然不大 但是它回过头来看的是什么 是你每一个 都是背后 每一个出口的这些水果 背后都是选民 都是选票 所以就是如果真的 能够把这个东西 给炒起来的话 会影响说 好像真的是要投给谁 我们才有生意可以做 我们的商品 才能够卖得出去 然后也许除了农民本身 或是再加上 这些在地的协力者 或是一些不休的媒体 激起这样的 台湾内部舆论的话 那确实可能就是 因为会去抨击 就是执政的政府 你们这样子 对中国不要那么坏 就这样稍微敷衍 大家低个头 承认一下九二共识 又会怎么样呢 然后亂让渡自己的主权 然后来换取这种 这个贸易的可能性 所以等于是中国 就是想要用这样的 一个贸易的手段 去影响 当作一种武器 让你在外交和政治上 让渡我们的主权 所以不管是 俄罗斯缩减天然气出口 让欧洲人 这个燃料费用大涨 然后德国跟法国 内部的矛盾 或者是中国对台湾的这种 农业 或者是经济上面的制裁 让老百姓觉得说 确实你跟外部对抗 或者是这个候选人 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那这样其实就会 有很多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里 就牵涉到非常一个重点 就是说 民主国家 自己的内部舆论问题 因为民主国家 那想当然 我们当然是有 一定的言论自由 我们必须守护 每个人都有自己 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 但是就是因为 是一个舆论自由的一个国度 所以你可能很容易受到 不管是国内自己的舆论 还容易受到国外 境外 它可能透过各种方式 去影响你国内的舆论 这种舆论战呢 其实大家可能 现在比较常听到 就是像比如说 是资讯战 或是认知作战 那其实这个呢 其实是现在台湾 碰到最严重 最麻烦的一个问题了 因为其实认知战 资讯战这些词 最近虽然很常听到 但是我们一方面 有一些人在提醒大家 注意这些事情 一方面有某一些 特定的候选人 都一直用这样子的词汇 来作为一些负面的词 所以大家可能 有一些人 或者是有一些朋友 就会觉得 诶 舆论战 好像就是网络攻防啊 用网军或人头账号 带风向 这样子 就选举的时候 就会一直吵这些词 好像舆论战跟认知作战 这些词 好像应该是很糟糕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这样 很讨厌的就是说 像这些其实应该是 很重要的一些 提醒大家的词汇 因为通货膨胀 被大家滥用之后 大家反而却缺乏敏感度 因为最早其实我们提到 这些咨询作战 认证作战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说 我们当然知道 国内或是选举的时候 各个阵营 各个政党 可能都有一定程度 可能用所谓的网军 或者什么公关行销 或什么公司 人头账号 去在不同的社群平台 带一些风向 去扩大自己想要推广的意见 但是这个事情 如果在国内发生 是一个就是正常的事情 大家并没有会影响到 我们自己的主权 会不会受到影响 现在麻烦的就是说 那国内当然有这样的事情 但同一时间 有一些意见 有一些舆论 是有境外 是有 更直接一点 就是有中国 他带领 他们用国家的力量 去影响我们国内的舆论 那当然他也许 也是透过公关公司 或是透过一些 政党政治人物 或是这些所谓的 在地协力者 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这种是要 对你的主权侵犯 他就是有这样的意图的 这种才应该被 真的被标签上 定义上是 称作认知战 或是咨询战这样子 但现在却是把一些 自己大家在国内 做政治宣传的一些事情 也被贴上这样的标签 就会变很麻烦 就是你说我是 就跟那个蜘蛛人 梗图有没有 三个两个 三个蜘蛛人 互指这样 互指 你往军 他往军 像反而变西式之后 大家反而会失去 对这个议题的敏感度 我觉得这个其实相当的 相当麻烦 相当可惜 或者是我觉得 有的时候问题是说 像刚刚某某讲的 就不同的阵营之间 那有互相 互相舆论上面的 这个论战 其实都是民主国家 正常的情况 但台湾的状况 就是比较特别 那可能有特定的言论 就会中国透过 不同的支持的方式 不管是经济 实际上钱的资源 或者是网络力量的资源 去对某一些 特定的言论放大跟影响 我觉得这边 也可以提到一个 就是沃潮 我们之前有做过一个报导 就是我们去 访问一个 公民团体的记者会 他们其实有发觉到说 像过去三年 就是COVID 就是武汉肺炎 比较严重的时候 因为物理上 你很难就搭飞机 或去到中国去交流 但是因为这半年多 一年来 因为疫情相对的 没那么严重的 开始可以进行 实体的交流了 非常多的台湾的媒体 现在又开始 重新参加中国的统战团 那可以觉得说 好像这个统战团还好 我有认识的 你参加过 去了之后 好像回来也很开心 说嘿嘿 我骗到他们统战经费 因为我都没有受到影响 但是因为这是个人 那我觉得比较麻烦的是 如果是像 真的是有蛮多台湾的媒体 新闻媒体 那这些不是说什么 什么阿里布达 这种很小很奇怪的 新闻媒体 其实非常多台湾 重要就是大家可能 电视上或网络上 最常看的主流的媒体 也是这个中国 媒体统战团标的 因为公司和人不一样 人你可以自己决定自己 那如果是公司的话 因为他这个东西 如果给你邀请你 给你资源 让你在中国 也可以发展 或是他甚至 一定程度的买广告 就在金钱上支援你 那对公司也很好的 很这么好拿的钱 我干嘛不拿 但是这个会不会回头 就影响到说 他们在做一些政治议题的 政治新闻上面的 一些报道的时候的判断 我觉得这就非常的麻烦 而且你很难去 直接的去说 去说 不行你们不能报什么新闻 你们不能够 这样子去报道 因为媒体有他的言论自由 有他的新闻自由 好像你不能直接 因为他报道了某些 你觉得很偏颇 他为什么用中国的角度 去报道什么样的议题 你会觉得很怪 你很难去证明说 这个因为他们跟中国有来往 而造成这样的一个新闻的走向 你也不要去阻止他 敌在暗我在明 我们要支持这个民主国家的 正常舆论发展的时候 可能就会受到影响 这确实是对台湾来说 很复杂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要让大家知道说 这些有去中国同战的媒体 有哪些 请大家看我们下面 资讯栏的那个报道 你们可以知道 就可以知道有哪些媒体 有去的 因为沃潮其实持续都在关心 认知战 资讯战 或者是像刚刚讲到的这种 哪一些媒体有去参加中国统战团 那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这样子的题目 所以技术上还有什么样的操作 可能是中国会用的呢 对 因为我觉得讲到资讯作战 资讯战的时候 大家 我们现在比较常去理解的事 就是刚刚这种网络舆论 然后是讯息的这种 真的收到文字 影响这种讯息的这种资讯战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角度的这种攻击 也是资讯战 比如说就是用网络攻击对方的电脑系统 就是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在去年8月美国的那个 裴洛西国会议员来台湾的时候 那个时候台湾 我记得是台铁 还有几个 7-11 有些看板 那个7-11更夸张 就是7-11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就是他们的柜台后面 可能会有一个电视 然后可能会播广告 或是播一些 他们在推的一些商品 那些像台铁的那个大萤幕 7-11的那个电视萤幕 它就直接后台被入侵 直接去播 说什么 裴洛西是什么 三针犯子 是老巫婆 都滚 它就直接可以影响 在台湾的店家 或是公共设施的 这个萤幕在播一些什么 那这也是一种攻击 那当然那个是一种 我帮你改变你呈现的东西 那如果更恐怖的是什么 如果它攻击的是一些 我们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些 关键基础设施 像什么呢 比如说电力的系统 或是通讯的系统 比如说如果你突然在一瞬间 台湾的人全部比如同时断电 那它可能以过去的例子 我们可以发现 它可能只要影响 非常少数的几个电厂 或是几个电力设施 它就可以让全台湾断电 然后或是影响到 我们的手机的网络系统 突然全部台湾的人 都没有电 无法联络彼此的时候 你看这个会造成 很多大的混乱 如果这个时候 如果中国用什么方式 去攻击 或是去散播 怎样的假讯息 那你可以想象说 会造成整体社会 非常大的混乱 所以这也是一种资讯战 所以不一定只有软体的 比如说我透过一些假讯息 还有透过硬帖 去破坏这些系统等等的 对 比如说刚刚讲到说 这种手机传递的方式 虽然这个例子有一点搞笑 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 那样子的画面 就是金牌特务第一集 记不记得 那个大亨 他就是发手机给大家 大家都有免费的SIM卡 那就透过这个方式来影响 那当然电影里面是比较夸张 但你可以想象这种 大规模的资讯受到影响 对整个社会的舆论或是人心 绝对有很负面的影响 对 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 也是影响范围很大 很广的一种舆论操作 那这种方式是会直接从 文化 语言 民族 历史 记忆 各方面 然后去操作的各种资讯 而且会让你主动有利于中国 那这个其实有两大类的操作方式 第一个当然就是正面的引导 就比如说透过一些新闻媒体 或是各种社群媒体去鼓吹 中国有很强 那中国 这个中获赢 中国获成最大赢价 那中国现在经济也很好 青年失业率绝对没有20% 或者说我们军事的力量 已经超音感 是世上第一军事强鼓的 比较软一点的 比如说小红书 抖音 这些文化上面的影响 对 那你可能逐渐都会觉得 就是习惯 就是中国其实很不错嘛 其实他们好像确实 当中国人好像也不差 他们现在也蛮强的 或是因为很多文化的影响 比如说如果看很多的 中国的短视频 看了短视频 所以你可能会一些习惯的用语 那也都会用中国习惯的用语 那这有什么差别呢 就是你可能会因此而比较难去判断 有些也许是假讯息 是来自于中国 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他们的用语 用他们的措辞 那这个是正面的 慢慢慢慢拉到中国那个方向 把你拉到中国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方式 是用负面的攻击去贬低 贬低什么 贬低这个台湾 让你不想要当你的台湾 这叫民主社会的人 他可能会故意去放大 然后图选台湾的一些 比较极端的社会问题 不一定造假 但他可能会去不成瓶地放大 然后让台湾觉得说 你好像就台湾没什么好打 民主社会那么乱 也不过如此而已 那台湾要完蛋了 就没有希望了 好像中国不错嘛 我们好像不一定要 这个跟他们那么敌对啊 还是加入中国好了 这样的一个印象 一方面正面的去渲染中国很棒 一方面的让台湾人 觉得自己台湾的这个民主社会 其实也不过如此 没有很好 很多人会说啊 中国通过认知战影响台湾 可是有些人也会不相信 觉得没有那么严重 那舆论战真的有这么强的影响力吗 俄罗斯和乌克兰 在2014年的这个克里米亚模式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并不是2022年才发生 它在2014年 其实就透过混合战的样的方式 占领了当时乌克兰南部的克里米亚 俄罗斯怎么做呢 其实俄罗斯就一直渲染一种叫做 大斯拉夫主义 因为他们的人种叫做 可能叫做斯拉夫人 他们就去强调说 我们俄罗斯跟乌克兰 都是同温同种的斯拉夫人 那甚至像比如说克里米亚 或是乌克兰东部有些人 他可能也是使用俄语 或是文化上跟俄罗斯也比较接近 那所以他们就去扶持 像这样的亲俄的势力 或是武装团体 但他们会觉得说 好像我们也应该回归 这个祖国俄罗斯的怀抱 或是说到我们就心向俄罗斯 让俄罗斯的一统 这个更大俄罗斯 能够有一个光辉的未来 那所以透过这样的 慢慢去洗脑 去影响当地人的一些影响力 他们让俄罗斯 让乌克兰当时 后来就选出了一个 比较亲俄的总统 那那个时候 就让乌克兰内部就非常混乱 到底是要比较亲欧 还是比较亲俄 就这样势力的对抗 这一节都听起来 好像对台湾来说很熟悉 很熟悉有没有 有 真的很像 那后来呢 后来发生什么事 所以其实后来 就是他成功的煽动 像克里米亚 或是这样乌克兰东部的一些 比较当时 他把当地的人民 都比较养成说 本来就认同俄罗斯 或者比较亲近俄罗斯 让他们再去 当地就是好像会反抗 或者说我们要加入俄罗斯 他在同时派出特种部队 到那些地方 去卫装成这些参与的分子 然后就让这种在地 本来就有这样的协力者 已经被影响成功的人 和他们派出的这些特种部队 一起的发动之下 当时在地的军队 没办法做太大的抵抗 就只能投降 所以在2014年那个时候 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的 有些区域 就被乌克兰 被俄罗斯直接并吞 甚至事后还发 让那些区域发动一些什么 加入俄罗斯的公投 让这些区域 可以直接正式在法律上 某些程度的 就被合理化的 纳入俄罗斯的这个国家里面 这整个故事 台湾人听了 应该都非常的熟悉 比如说中国一直讲说 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 两岸一家亲 那台湾自己内部 有一些人主张什么和平统一啊 然后也会有人说 那是不是 就是不要有战争啊 然后跟中国关系好一点啊 承认九二共事啊 然后反正我们都同文同众啊 对 所以有一些人就会说 什么反战啊 好好谈 签和平协议 这些例子啊 不管是乌克兰 或者是台湾 其实都蛮多的 对那最近其实我们 也有总统候选人主张 重启服务谈判嘛 谁 说出来 那就是柯文哲嘛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还是我们讲算被处称 应该是还好 不会啦 不会啦 我们相信他对 就是我们相信我们的听众 对我们相信他 对所以其实蛮多的这个 不管是一般老百姓 或是政治人物 好像都觉得说 跟中国谈一谈 事情就解决了 签和平协议就没有问题了 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台湾碰到最麻烦的地方 就是透过混合战 或是舆论战 他会一步一步引导 我想要攻打对象 以台湾为例 就是让中国引导 台湾的公共舆论 慢慢导向 有利于侵略者的方向 让台湾自己的公民 可能都会觉得说 好像我们被中国统治 也没有关系 反正台湾的社会 现在也不怎么样 这个其实就是 我们前一节有讲到的 这个孙子兵法 提到不战而去人之兵 因为透过军事上的侵略 成本太高 不管这个中国 如果他最方军的 军力再怎么发达 他要派兵 一样可能会死人 那甚至还有 打不赢的可能性 因为可能会有美国 或是日本等等的 军事的介入 但是呢 我如果透过这种 混合战舆论的方式 去慢慢的一边威胁你 又一边洗脑 让你觉得中国不错 搞到你就是 你们自己台湾内部 都很多人愿意加入我们 那我这样子 我就透过民主的方式 去把你的民主给夺下来 或者说至少降低 你的抵抗意志 我可以发在 发动战争的前期 你们的内部 很快就崩溃 那就投降 这样也许其他国家 还来不及支援 或是其他国家也觉得说 台湾这样子 好像没救 抵抗意志那么低 我去救也来不及 我干脆不要救了 或是你们自己 都不愿意抵抗的话 我其他国家 干嘛来救你 透过像这样的 混合战的方式 降低他的战争成本 让他可以更有效 更快地去 把台湾给躲下来 经济战 封锁战或舆论战 这些方式 其实都是互相关联的 那同时也包括了 军事啊 经济跟外交领域 那目标其实就是 瓦解台湾的抵抗意志 让台湾松懈 然后并且透过这种 灰色地带的冲突 制造或开启 介入战争的理由 等等的 那前面我们谈到混合战 就会好像有一种感觉 就觉得战争 好像无所不在 是吗 那我们第一集 谈灰色地带的冲突 那又加上 今天谈的混合战 好像就会 更有一种感觉说 好像台湾处在一个 很危险 很不确定的情况 战争什么时候开始 好像是更难判断 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为什么我们想要 谈民防这一题的原因 因为我们过去 好像多人就觉得 就是要打仗 就是刚刚讲 大家都排排战 战好 然后宣布某一天 我们开始打 然后开始打 但是因为现在 对于战争界线越来越猛 我们好像不是 变成说每个人 可能都要为 随时到来的战争 做好准备 所以平时 你可能就要做好准备 这样战时的时候 你才可以 来得及随时应变 所以如果没有 做好这种 混合战的准备的话 可能就会碰到 像2014年 那时候乌克兰的状况 你可能连了领土 很快就突然被并吞 会碰到这种 惨痛的案例 不过其实 多数的情况下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 战争比较是 军人跟政府的事情 跟平民老百姓 有一点距离 但是如果 我们用这种 混合战的想法 会用混合战 重新理解战争的话 其实不只是 战争和和平的界限模糊了 那前后方 也越来越没有区别 那如果是后方的 抵抗意志瓦解的话 其实前面 你也很难支持 比如说 你一般老百姓 都没有想要抵抗 或者甚至就 直接上街抗争 说我们为什么要战争 为什么要对抗 我们反战的话 那前线一下子 就没有办法继续了吗 对 所以一样我觉得用 乌克兰跟台湾的例子 来比较的话 像乌克兰 只要在防卫的时候 它还有更大的腹地 就是它可以 就它的领土比较大 所以它可能可以 在战争的时候 可以退退退退一阵子 之后再慢慢打回去 抵抗回去 但台湾可能没有 那么大的腹地 所以我们所有 全民的抵抗意志 变得很重要 就是像 大家可以想象 就是说 如果在台湾诺尼 发生战争 然后呢 我们也许就有些 在野的势力 或者是说 有些政治人物 政治团体 就开始上街去宣传说 我们不要再有 任何一个人死掉 然后要求政府 去跟对方妥协 谈判 去签和平协议 那那个战争 根本维持不下去 那乌克兰 虽然2014 但对乌克兰 是一个失败的案例 他们可能就是 当时在东部 和克里米亚 都是完全被 俄罗斯的混合战所影响 所以很快就崩溃崩解 但是2022年的乌克兰 他们开始有这样的抵抗力 他们不管是 从总统从上 然后到他们的民间 愿意去为他们 自己所谓国土的抵抗 展现这样的意志力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说 即使中间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可能有些领土 被俄罗斯夺走了 但是他们只要 有这样的意志力 其实是可以 拔得回去了 抵抗意志很重要 比如说我们最近 就有做了一个图卡 就是去调查说 乌克兰目前被侵略的情况 跟这些地区的 抵抗意志相比 我们就会发现说 抵抗意志越高的地方 如果你被侵略了之后 还更有机会推回去 所以人民的抵抗意志 对整个前线的情况 或者是对整个地区 或国家的命运 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 当然我们可以再解释一下 就是说 像那个时候我们的发现 那个是乌克兰 2021年底的调查 那个时候 离最近的这个 2022年2月的战争 还没开始 那个时候调查就发现 是乌克兰东部和南部 愿意不管是 拿起武器抵抗 或者是任何那种 公民不服从 那种公民的抵抗的程度 都相对于中部 或者西部 就是说中部的话 就是他们的首都基辅这一块 就是东部和南部都比较低 这几个区域 也是现在俄罗斯 他们真的侵略之后 还持续占领的地方 那那个时候 我们也有可能会说 没有啊 他们本来就是 这个离俄罗斯比较近 所以比较容易被打 但是我也希望大家去回想说 那个时候战争 2022年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俄罗斯的部队 从中部是有直接打到 几乎把首都给打下来 但是因为当时 因为有足够的抵抗的能量 所以让俄罗斯的部队 没办法那么轻易地占领 然后可以把这个 又把他们俄罗斯圈给打回去 那相对于其他地方 如果那些 如果抵抗意志比较低的地方 他们同时又已经受到 俄罗斯文化 俄罗斯语言 或者他们自认为是俄罗斯 他们如果真的也觉得说 好像也没参照嘛 被俄罗斯人统治 那确实要对乌克兰 要再去夺回这样的领土 一定也更困难 他是不是反而会觉得 没有乌克兰人 才是侵略者 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呢 也很难说 所以必须说 人民其实你不是军人 你有没有足够抵抗意志 你有没有足够的 对你台湾或是乌克兰 这样的认同 也是会影响战争的结果 这两集啊 我们都在谈 现代战争的进行方式 比如说上一集谈 灰色地带冲突 那这一集我们谈了混合战 然后舆论战 资讯战等等 战争其实是无所不在 那我们做这系列的节目 其实也是希望让大家了解 战争在现在 在2023年的现在 其实已经不是想象中 或者是我们这些影视上面 看到的飞弹啊 战机啊 等等的这种 一瞬间爆发战争之后 全面互打的状况 现代战争 其实常常没有正式的起点 甚至在交火之前 战争已经在民间这种 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开打了 在战争还没开始之前 战争其实就已经开打了 所以很多人在说 那台湾什么时候 真的会开战 2025年 2027年 我觉得大家可以换个角度思考 就是说现在台湾 可能就已经在面临一个战争 只是还没有任何一枪位置而开 这家是一个就是 还没有开枪的一个战争而已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希望大家一直要关心民房这个议题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也再次也预告一下 下一集我们要来谈谈战争 来临时身为一般人 我们要如何做好准备 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 握草民房关我什么事 是一个讨论民房议题的节目 我们希望能让民房议题 变得更有趣生活化 让更多人一起了解 全民方位的重要性 欢迎把节目资讯 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那今天聊到的握草文章连结 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follow握草 Facebook IG Twitter YouTube 以及我们的Podcast频道 也希望大家能定期订额 支持握草 做更多更好的内容 大家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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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